而采买年货的民众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在高雄南子的台塘晾饭店 这个店里头突然发生了火警 浓烟由卖场窜出 其实当时卖场里头有大批采买年货的民众 大家都吓得夺门而出 会在高雄市南子区的台塘晾饭店 下午突然传出火警 阵阵浓烟从卖场内窜出 吓得正在采买年货的民众 各个夺门而出 包括我也不晓得 就看到一群烟我们就全部都跑出来了 本来要来 来买可是来就这样子没有进去的 卖场内农烟四起 不仅是客人夺门而出 就连正在做生意的店员也纷纷眼鼻逃生 消防队员不断增长水线 很快就找到起火点 原来是厕所天花板的电线起火 在强力水柱的灌就下 这场火事很快被控制住 也结束 晾饭店火警的一场虚惊